顶是一个象形文字,上面好似锅锯,下面有支架,中间像灶的样子 商周时代,顶成为了青铜器中最重要的一种器物 除了日常使用的功能之外,顶还是祭祀神灵时所使用的锂器 传说,大宇在治理九州的水环之后,曾征集了九州之地的矿物金属,铸造了九顶 在上面刻下了九州山川以及各种奇异的动物植物 从宇住九顶之后,顶就成为了政权的象征 商灭了下,便把九顶迁到了自己的都城 周灭了商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所以商周时期,把一个王朝的建立称作定顶 在东周定王的时候,楚国发展迅猛 雄心勃勃的楚庄王曾经到洛邑参观九顶,并且寻入了顶的大小轻重 却被一个叫王孙满的人严厉的驳回了 他说,顶是王圈的象征,他人是没有资格过问的 所以后来的人就把图谋夺权,叫做问顶 当了秦统一天下的时候,九顶就不知下落了 传说是沉没在了水底 周代的时候规定,士可以用一顶到三顶 大夫可以用五顶 诸侯可以用七顶,只有天子才可以用九顶 天子说的话有一眼九顶之重 这种等级分明的列顶儿时制度,是西州政权的一个特点 他由于西州初期建立的森林理法制度 西州灭亡之后,旧的宗法关系和分封制度在连年不断的侵法战争中逐渐瓦解 在春秋时代就开始出现了李坏岳崩的情况 诸侯竟向逾越规矩,仿照享用周王的待遇 刑案之后,顶所蕴含的政治方面的意义就已经逐渐淡漠了 今天有关顶的形状和它特殊的意义还留存在一些汉语和陈语当中 比如说三足顶立,问顶中原等等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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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铃铛的时间 执带